五月一刻開始報稅 法務民鄉、客戶、新港町、六昌町的民鄉 開情書表紙 學区報稅人口大約4萬3千人 到15號為止完成報稅比率是36 特別是今年財政部推動 靠勉強民黨、鼓勵民黨、鼓勵民黨、無阻法 立書申請所有得獄、財政民眾 增加不少 經過了解包括民鄉、新港、客戶、 大約不算都是民鄉、客戶、服務管理的協助 再向民鄉、客戶、拜託報稅的領事不就 從網路申報跟稅額試算的部分 兩個部分加起來大概就是有占了36% 民鄉、客戶表紙 協助報稅的人所大約有4萬3千人 到15號為止有13961人完成報稅 而且利用自然人憑證望路新報 稅額試算、新報的減高下 同時主任、劉英昭也表示 今年因為財政部推出到 靠勉強平單、鼓勵平單無止化 所以來跟現場調查所有的人有證明 有關於靠勉強平單跟鼓勵平單的部分 竟然都沒有列印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民眾有需要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到我們民雄基增所 可以來查掉所得 你可以了解你的所得的部分 劉英昭、補教民眾、提早報稅 和提早報稅 交稅方式有以現金 信用卡也是銀行轉小方式交納 共調並無郵政化報這三項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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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